大家好,又來到旅遊報報的時間了 今天會為大家整合一下韓國和澳洲通關的最新情況 首先,韓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宣布 由2022年7月1日起 恢復香港特別行政區和BNO護照持有人的免簽證入境韓國 不過,在入境韓國之前就要事先申請韓國電子旅行許可 並獲得批准 會照持有人可以在6月30日起申請KETA KETA自批准日起兩年內多次旅行有效 另外,至2022年6月8日起 無論是否完成了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所有入境韓國的海外旅客都免除隔離 但入境韓國之前仍然需要出示新冠肺炎陰性報告書 入境韓國之前就要接受48小時內PCR核酸檢測 或者專家用快察抗原檢測 並且在登機前出示陰性報告書 入境韓國之後3天內都要必須進行PCR檢測 曾經是最嚴防的澳洲 也都宣布不再要求入境者提供疫苗證明 加上不需要旅客出示出發前的檢測陰性證明 意味著已經回復到和疫情前的入境過程一樣 澳洲政府就宣布在2022年的7月6日起 入境澳洲的旅客就不需要提供疫苗接種證明 亦都無需完成電子旅客申報或者海市旅行證明 同時,離境澳洲的時候也都不會被要求提供疫苗接種證明 而未接種疫苗的簽證持有的人 亦都不需要申請旅行豁免書 但是達成前往澳洲的航班仍需要佩戴口罩 所以就要注意航空公司、船航營運商 以及其他國家可能有特定的要求旅客就要遵守 這次是澳洲結束接近兩年來對外的封關措施 將會重新開放邊境給所有簽證自由者 今天旅遊波波的疫情整合就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記得訂閱和Like我們的影片 下星期 Evet 准尾